Lun Sang 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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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Elsa 上一周跟大家提到就是打造现代化数据中心 那我们有一个软体定义俗存的解决方案要介绍给大家 那今天我会就是特别提一下VS Plus 适用的应用场景 那客户您可以去思考说 是不是在这些应用场景下 你有遇到一些瓶颈 那我们在新的架构之下 是不是可以解决您的问题 首先就是在关键业务资料库里面 也就是所谓的Database 不管是交易型的关联式资料库 或是非关联性资料库 VS Plus都可以协助企业客户在 这样子mission critical的Database里面 打造一个高效能的平台 那协助这些AP可以运行的更好 像是比较常见的Oracle Database Sequel啊 MySequel啊 现在也比较夯的MangoDB 甚至是说我们Pivotal的GreenPunk 然后再来就是SAP HANA 其他都是一个非常适合的解决方案 那同时我们也针对这些AP厂商 去获得一个双方的认证 所以这些AP厂商也在自己的实验室里面 去对VS Plus做一些压力测试 然后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 这因为毕竟这些Database 其实都需要非常高效能 然后传统我们是需要设计比较高的高阶属存 来满足这些资料库的效能要求 那在新一代的架构之下 我们可以透过横向扩展的方式 VS Plus非常高效能的一个表现 来满足这些关键式资料库的需求 第二个部分的话 就是所谓的物件数据分析 然后再来就是现在比较夯的机器学习或是AI 那你可以看到像是Spunk Sys或是Kafka 等等Flow 不管是制造业或是金融业里面的应用里面 其实这些分析的应用 它都有一个特性 就是有一个不可预期的增长性 所以企业客户传统会用实体的X86来打造这样子的环境 但是往往可能过个三年五年 你就会发现面临的效能瓶颈 那造成的一些问题 所以在横向扩展的架构 资源实化之后 就可以避免遇到 Big Data平台遇到的效能瓶颈的一个问题 然后再来就是所谓的云原生基础架构 Cloud Native 那可以看到就是说 不管是容器架构 或者是说 你现在在做一些Docker Kubernetes 那甚至是OpenShift的应用 那在HCI里面运行 这些应用都是非常非常合理 而且make sense 那最后就是混合云 你可以看到发现说 VS Flex其实对于 世界上前四大朵公有云 还有所谓的AWS Google 然后微软 然后在IBM的Cloud 那我们都提供一个完整的知识 其中三朵云 我们可以透过VNware VRealize 来实现混合云的架构 那另外一朵云 Google Google在上个月推出它的Google Answers 就是它的混合云架构的解决方案 它也支持VS Flex的一个HCI的架构 所以我们推荐客户就是在以上四种的场景里面 你可以去选择你要把什么样的工作负载 放在我们这个高效能的平台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问题 我们的选择 到我们这个视频 我们下集中